告訴你們這個祕密我看得太多了 蔣介石後來懺悔 說中蘇友好條約不該簽的 當時以外外蒙古給了蘇聯就好了 這是個幼稚的幻想 蔣介石自己罵自己 這個你剛才既然講到兩岸和平 誰一直的 你覺得馬總統在那個時間 丟那個出來是不是錯 就是明明打的那個東西 打成那個樣子 他突然就 現在有很多媒體說要清理戰場 不要再打這個了 你現在覺得馬總統是不想再 老實民黨我也不饒你 這麼好的題目可以轉移我了 你們打我的這個焦點 農舍 集中農舍調點 這麼好的題目我可以打你 為什麼不打你呢 還是你丟出來的 當然不會放他 所以公投問題馬英九 一個人的決策 當然可能還金浮松 我的朋友金浮松 是 覺得錯誤 可能是這樣子 可是太草率了 當年晚上11點 記者會 清明搞更正 所以我認為 搞公投 民進黨絕對不會放過他 我李奧也不會放過他 你跟我搞公投 你全球變成這樣玩 玩給你看 這個題目會把玩家就打死 奧基哥 在整個你看到 包括宋楚瑜先生 從民調開始往上拉的過程 一直到親民黨的朋友來上節目 會不會覺得對於馬金提制 應該這樣說 對於馬英九總統 跟金浮松先生 親民黨的朋友對這兩個人 是因為對這兩個人特別有意見 還是對整個制度的運作有意見 我告訴你真正真相好了 好 為什麼西台後 西台後就禍國 為什麼禍國呢 可是從血液上查 我們懷疑西台後是漢族 或者是一個不得知的滿洲人 恨滿族 他就是把你顛覆 最後王凱韻 最後就自己說嘛 清朝亡國的時候 是兒戲亡國 最會亡國清朝亡國 清朝亡國 艾馨覺得要搞搞國民黨 金浮松是滿洲人 台灣有些很恐怖的滿洲人 金浮松 關忠 還有我的前妻胡英猛 都是滿洲人 這個滿洲人他要復國 分中復國 就把你中華民國搞垮 這怎麼可能 他是你朋友 你剛才講包括馬英九總統 或是馬金 你講了這麼多 小英呢 小英現在目前看起來 包括三隻小豬 好像已經把他們 那個阿嘎恩處的氣勢 對 整個已經擺脫 那個陰霸的感覺 你知不覺的 小英現在的氣勢 台灣第一女總統 他們的口號 是個糊塗的 他一方奔順 幫了李登輝搞兩國論 然後說幫了陳水扁 他整個他是個一方奔順的人 可是小英壞的現象代表了 代表什麼 代表了 他出賣了民進黨 民進黨出賣了我們黨外 民進黨出賣了我們黨外 小英出賣了民進黨 小英為什麼出賣了民進黨 就換給他 徐國勇 他為什麼沒有作用他 你竟然賣了他 你看我每天要幫小英助選 但是你高興啊 事實上你靠邊站了 我靠邊站了 靠邊站了 可是你看小英在書裡面 包括我們自己看 說從當初民進黨 因為2008年內場選戰 其實那個聲勢 真的是危到了極點 所以小英在最近他的書裡 他還講說他從那個時候 後來他又講一段話說 我能夠把一個民進黨 那麼已經氣勢地面的民進黨 拉到今天可以在這場大選裡面 都已經感覺到那個氣勢 難道他不能帶領一個國家嗎 對這個你有什麼理解 因為陳時平搞天爐倫倫的時候 不需要小英 顧鴻明的筆記裡面 罵過袁世凱 就是國家安定的時候 那個局面 一個老媽子都可以把國家救起來 一個歐巴桑都可以 所以那個功勞不是小英的 那是民進黨自己 救王屠村的一個共同的產品 不是小英的 你高估民進黨了 低估了小英 我說你高估了民進黨 低估了蔡英文 我希望我低估了他 我認為反而高估了他 他的確是 可是最近你看 我們為什麼看馬鹽九 就是一路撿便宜 他沒有任何的良知 當國民黨裡面出現了新黨的時候 他不參加 國民黨裡面出現親民黨的時候 他不參加 所以他這邊才會當總統嗎 所以啊 所以他這邊才會當總統嗎 所以啊 所以我們要打他 他有本事嘛 所以我們就要打打他 聯合劉宇宏打打他 你打不倒他 李文童也打不倒他 劉宇宏支持他 為什麼我敢打 這對我的了不起 馬英九一路撿便宜啊 這我贊成 不過蔡英文一路撿便宜 倒是沒有啦 他撿到一個破爛吧 撿到一個負債兩億多 他把他想辦法清藏掉 蔡英文撿的是破爛 這我要替他講公告話 他是沒有撿便宜 不過這個站出來 然後為弱勢講話這一部分 我是贊成你 第三黨的立場 第三黨在台灣現在 這一個如果法律 包括憲法的這個不完備的空間 包括公投法這種鳥籠公投之下 如果沒有第三黨出來 這一些以後這一些要改啊 會沒有聲音啊 這個我是贊成你的 有道理的啦 佩甄姐 你特別有意見啊 不是 我的看法跟他不太一樣 徐大利是更前期 不是不是 我覺得大家不要低估蔡英文 他自己可能本人本事沒那麼大 但是你不要忘記 他的師父李登輝 真的是幫他 我覺得注意很大 你看他的那個小豬的那個蒲脈 很像當年那個牽手赴台灣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看 宋楚瑜會起來 跟李登輝那次第一次發言有關係 他是什麼台灣最有能力 對對對 那我在想 你知道李登輝 我那天碰到一個台年的朋友 他就說他們這一次是生死存亡之戰 因為如果拿不到5%的話 台年黨就解散 但是李登輝 當年是希望扶持台年黨 那現在台年黨看起來是沒有 那如果說蔡英文能夠當選 那李登輝當然是會被尊重 那我在想說李登輝會作為一個卸任的元首 一定會來這個大力的來加持 所以時期啊 你當然了解這個事情 我告訴你 小英我沒有說他不好 我就說可以更好 如果除了這個以外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說 你老糊塗啦 二零二的這場選戰 因為宋楚瑜他會扮演一個關鍵的一個角色 包括今天開始 你會發現有很多合眾連橫在裡頭 可是今天這裡頭有一句話 對 宋的底牌不到最後難料 我們就想問說 什麼叫宋的底牌 宋先生還有什麼樣的底牌呢大師 是不是又要出招啦 大師回答之前我先搶答 你剛剛跟我剛剛講那個 他的底牌就當八個字啊 那八個字就是底牌啦 他認為說馬英九美男啊 到了他會破掉的時候因為他老了啦 美女會破掉是舌頭說 最後是宋楚瑜出來啦 他大概這八個字他想這個啦 什麼人跟我講這八個字 我就付錢 你要付什麼 付多少 什麼人講 獎金多少 一碟 多少 你剛剛拿兩碟 那是他的利用錢 講出來這個 這是中國的古書的話 我先講給你們做結論了 美男破老 女女破舌 當這個人是個漂亮男人的時候 老了就完了 他在皇帝身邊的時候 任何老臣講話 皇你都不信 這老是別的老臣 大老只要有個小白臉 所以美男是那個人就對了 就皇帝在皇帝旁邊三胎 我懂了 完了 大老都吃不開 美女破舌 我一個漂亮的人好的嗜好 任何人講往壞話都沒有用 任何長舌父長舌頭講往話都沒有用 馬彥九過去享受了這偉男破老的 所有的光榮跟機會 今天馬彥九 那個眼袋啊 凸得好厲害啊 你看我們這眼袋 這你看 這飽滿你看嘛 所以老了 馬彥九被皺下去了 塌掉了 好像抽脂以後啊 皮膚塌下去了 頭 凸了 我的頭好好的啊 我看到邱怡我可以這樣抓給你看看 為什麼 不是假髮 真頭髮 擺著幾根而已 所以告訴大家就是說 馬彥九這個優勢就沒有了 現在沒有那麼多女孩子 那麼多少婦 那麼多師奶 來投馬彥九了 所以這通通是在講馬彥九 通通講馬彥九 我一切都罵馬彥九 等一下 可是等一下 同樣的一句話的解讀 用學問來罵馬彥九 同樣的一句話解讀 他們沒有答 沒關係沒關係 我先把那句話解決掉 你每次在解釋馬彥九 你說現在你看馬彥九 就剛剛敖茨哥講的就是 怎麼看起來比較蒼老了 你的解讀跟敖茨哥是不太一樣的 對不對 我覺得他是操勞了 我也不操勞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馬彥九 是自己放不開 他的個性使然 他大概 如果我來幹總統的話 我不會像他幹的那麼辛苦 所以馬彥九無能 你看 這麼容易操勞 這麼容易操勞 你像我昨天也講嘛 陳水扁關在裡面 人家精神那麼好 氣色那麼好 還沒事要申請保外 據說身體不好 其實他氣色比馬彥九好多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跟馬彥九他當法務部長的時候 我跟他是很熟的 大家好朋友 我站在我的立場我覺得馬彥九 輕鬆一點嘛 能再幹了不起四年 繼續幹嘛 不幹的話 當文天祥沒什麼了不起 而且 每個人都當文天祥 而且我們都 而且他不會 他那個文天祥是什麼文天祥你知道 他有李毅的文天祥 他一任總統也是總統退職李毅 梁政也是李毅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我不知道 憶紅你怎麼看有媒體講說 宋到底有什麼底牌 剛剛發誓說沒有底牌 有底牌 我也認為沒有底牌 都沒相關了 怎麼底牌 他不可能不選了 他非要選到主 他一定會選 但是我覺得選舉 你真的兵不厭葬 剛剛那個時期日 一直說國民黨兩手策略 其實宋楚瑜也會有 為什麼 有一個報紙上說 他最後打到最後 因為他已經說他要兩個漏 他要當選 他的目標是要當選 他不像我們講的 他選不上 他如果要當選的話 他到最後 最後的階段 如果他回頭只打蔡英文 跟蔡英文對打的話 馬英九可能會邊緣化 他們認為 那到時候南英的人可能認為 只有他能夠保住中華民國 或者保住台灣 說不定是這樣 保住國民黨 然後會票投到那邊去 他真正要的目的 是他要勝選 那你說這一招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種招數是可能的 就打蔡的話 對 如果他回頭打的話 一般選戰不是第三名 或是最後一名 理論上你應該去打第一名 就是拉著第一名 到人家門口去說 你跟我出來辯論 然後我要跟你什麼 這樣把自己的紳士往上拉 但是現在馬英九 跟蔡英文的民調拉不開 而且他跟馬氏 宋跟馬氏屬於系出同源 所以去拉這裡比較容易 對 如果他到時候回答的話 這邊的人會覺得說 馬英九沒有能力 就像大家說馬無能 然後最後就說宋有能 宋能幹 然後就這樣倒過來 去幫他打這一招 這個有可能 那種算計是可能 會不會成功 不知道 這是個好的底牌嗎 宋宋本人 他會當選的 MING PAO TORONTO